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阿公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找到了 所以就是寻根之旅 找到了很多的亲戚 多少天呢 你在那边待了多少天 差不多两个礼拜 为什么有这么多丰富的故事 两个礼拜的时间 如果有一个经验很非常精彩的话 你会学不完 对 我们也记得 有时候出国旅行一个礼拜 十天也是 哇 好多 而且这个也不单是一个旅行 是一个路程 是一个朝圣 好像是很 因为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深的地方 有很多老老的教堂 是 有历史 一直到快要到耶稣的时代 都有他的历史 是朝圣之旅 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 在这书里都看得到 还是相当淳朴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这几年战乱的关系 很多地方建筑是受到了破坏 但是那边的山没有 他们没有在那边长长 因为真的很像我住的地方清泉一样 就是差不多离都市有一段路 是 从此山到彼山 所以你比较这两个山 包括 其实你花在清泉的时间多很多 那边只有两个礼拜 所以我应该学多一点关于清泉 其实他的相当的地方很多 是 第一个就是人 人很好客 很容易跟他们做朋友 在原住民也是这样子 有陌生人来了 如果他喜欢那边的人 那边的地方 他们也会喜欢他 我也是一样 我去利班南 我好高兴 就喜欢 他们也喜欢我 所以我们很有缘分 可以说 也很容易做朋友 不管是亲戚 我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那边 也是 也会 可以 受到很多 所以我 这样子的旅行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是 寻根 朝圣之旅 但回到了台湾 回到了清泉 这座山上 刚刚提到的就是神父 其实在那边待了四十几年 然后从一个 外来者变成是一个好像就是 家人 跟居民是家人 所以会想要帮他们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其中一个最大的 刚刚讲到的 就是你有什么方法去解决他们的经济的问题 因为很多很多生活的改善 建筑物的改善 就学的问题 就医的问题 都是要经济啊 那您怎么做 我好几年真的没有什么钱 我那边的人也没有 他们就做礼拜不能要放现 对不对 所以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拿十块钱 问我 我又没有零钱 十块钱 他们可以放现一块 我慢慢想 这个有点不够 还有我没有什么薪水 他们那时候给我四千块的 一个月的四千块的生活费 是 但是我 现在没有 一块都没有 我们都不要 我们自己想办法 但是现在 我有很多办法 什么办法呢 因为 我不想当乞丐 我不想去要求人 我不喜欢募款 但是我很喜欢工作 赚钱 那我工作 我试试看 在山山工作 以前 好几年以前 那时候一天大概 可以赚不到两百块 那你做什么工作啊 就是苦工 就是 就是 那 组织那种勘操 这个没有用 我不会赚钱 所以我觉得 那上次给我另外一个天赛 是画图 画画 那我 从小的时候 很喜欢 彩绘玻璃 彩绘玻璃 以前 神父长道里 我很小听 因为我很忙 看那个 教堂的彩绘玻璃 你可以看神父这本书里头 我们待会儿会更精彩更清楚 就是 您的作品 是 那刚好有一个蓝女道的同伴 也是 也是会有对彩绘玻璃有兴趣 他还是切玻璃 和在一起 我是用画的 所以 我在想 如果我们可以 不但是为了教堂 所以也许有人也会喜欢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 很多彩绘玻璃 是为了个人放在家里 是 我记得 Irene也 也买了衣服 对不对 是 不只衣服 不只衣服 对不起 你看看 她这两次展览 就是您的作品 一次是在付邦 一次是在101 是 后来 我们就是用这个钱 秀我们村里面的家里 不是为了教堂 是为了很多家里是烂掉了 就是没有 舞厅坏掉了 他们的外表就不好 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老街 就盖了 盖了又 变得很棒 真的很好看 是是是是 很整齐很漂亮 我觉得很 你看这张就是教堂 那是教堂 非常漂亮 像旁边有好多的绿树 还有一些漆田 然后 好像国外喔 那时候教堂 意大利喔 对 教堂不错 但是村那时候不够好 是 所以我我妈妈就 不注意到那个教堂 就给它放棄一下 就是开始修一修 村里面的老家 把它变得很整齐 好看 后来我觉得外表好 那可能他们自己也会觉得 比较舒服 很开心 所以我自己就是有这个方法 你不愿意去募款 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 对 那个圈就来了 很很 如果 我觉得如果你要做一个好事 一定会 会 会来 像一个 一个台风一样 我知道怎么讲 叫得道者多助 中文讲得道者多助 然后天助自助者 对 然后就是 叫做得不孤必有灵 所以这个神父真的是以身作则 用自己的能量去创造这么多好的影响 跟好的结果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聊 进行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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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